制补野猪 赫拉克勒斯又接到了第四个任务 活捉厄绿曼托斯野猪 把他完好的带回曼肯尼 交给国王欧绿斯托斯 这头野猪是用来献祭给女神阿尔推弥斯的圣物 可是他在厄绿曼托斯一带遭他装甲危害甚大 赫拉克勒斯在前往厄绿曼托斯的途中 来到希勒诺斯的儿子弗罗斯的家中 半人半马的弗罗斯是肯陶洛斯人 他端出一盆烤肉热情地招待客人 自己则吃生的 赫拉克勒斯希望用美酒拌佳肴 弗罗斯听后笑着说 尊贵的客人 在我的地下室里有一桶酒 他属于我们全体肯陶洛斯人 但我不敢把他打开 因为我知道我们半人半马的肯陶洛斯人并不慷慨 打开吧 赫拉克勒斯说 我答应保护你不受他们的攻击 我现在真是口渴难忍 原来这桶酒是酒神巴克勒斯亲自送给一个马人 即肯陶洛斯人的 并吩咐他不能提前打开 直到第四代马人之后 赫拉克勒斯到来时才能打开 于是 弗罗斯走到地下室 他刚把酒桶打开 马人们闻到一股扑鼻的酒香后 都蜂拥而来 手拿石块晃木棒 把弗罗斯的地下室团团围住 赫拉克勒斯拿起火棒 把第一批肯陶洛斯人打回去 用射箭追击余下的人 一直追到 波罗奔尼萨半岛东南角的马勒河 那是赫拉克勒斯的老朋友 喀戎居住的地方 肯陶洛斯人纷纷投奔喀戎 赫拉克勒斯朝他们射去一箭 箭头擦过一个肯陶洛斯人的手臂 射中喀戎的膝盖 这时他才发现 他射中了幼时的好朋友 他从朋友的膝盖上拔下箭 然后又用精通医道的喀戎 自己调制的药膏 敷在伤口上 但因为剑已进过许德拉的毒血 伤口是无法医治的 喀戎吩咐他的弟兄 把他抬回洞穴 希望能够死在朋友的怀里 可惜这个愿望也是空旺的 因为他忘掉自己是不会死的 他也将永远忍受伤痛 赫拉克勒斯含泪告别了喀戎 答应不管花多大的代价 也要请死神满足老朋友的愿望 让他解脱痛苦 我们知道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赫拉克勒斯重新回到弗洛斯那里 他看到这位朋友已经死了 原来弗洛斯从一个肯涛洛斯死者的身上拔出一只剑 不经惊叹这只短剑竟有如此大的力量能杀死一条生命 他顺手把剑丢到地上 不料剑划破了自己的脚 他即刻毙命 赫拉克勒斯十分悲伤 将朋友葬在一座山下 这座山从此就叫做弗洛斯山 赫拉克勒斯继续上路去寻找野猪 他大声吼叫 把野猪赶出丛林 又在后面追赶 一直把他赶到雪地里 终于用活节把精疲力尽的野猪套住 他遵照国王欧利斯托斯的命令 活捉了恶利曼托斯山上的野猪 将他活生生地送到麦肯尼